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開我七旋斬 開我劉昇健 華山論見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鴻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一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見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斜劍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見到時見 ww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一clickradio 劉房案揭101 節目主持何傑文 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大家好 歡迎收聽劉房案揭101 我是節目主持何傑文 在我旁邊當然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他就是專業房屋案揭顧問 宋一良Alan的 Alan你好 海忌文你好 又一個星期了 今天有甚麼好的介紹跟我們說一下 現在這個時間的樓房案揭都很難拿得到 我們今天請到一個專業人士來幫我們講解一下 有另類的房屋案揭計劃 這位是TD杜明宏達理財業務發展經理徐澤麟先生 你好 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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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很歡迎你來到我們這個節目那裏 是的 阿卓既然你是做業務發展 當然是幫我們管理好些錢 看看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錢增值得更快 有甚麼好介紹 其實現在譬如加拿大最常用的 就是RSP戶口 以及現在一直都越來越多人說的 TFSA 面索Tax Receiving Account 而RSP戶口一直以來很多時候 投資者都有一個誤解 以為只可以買股票 第一個誤解就是只可以買加拿大的股票 其實不是 其實美國的股票 其他國家的股票都有 另外一件事就是當然做債券 但是現在債券利息這麼低 然後另一件事就比較少人知道 就是用RSP做回自己的房屋案揭 這件事就可以用回自己的戶口做 原來都是這樣的事 因為一向以來我們聽說 退休儲蓄計劃RSP 只不過是一個積曲防機的方法 近來我們也有在這個台上講過 就是利用RSP存款 用來做首期 自己儲蓄也儲不了那麼多錢 如果可以用到RSP的計劃 這樣就很方便 但是原來可以做自己的房屋案揭 麻煩你不如跟我們解釋一下好嗎 好的 RSP有兩件事可以做法 我們常常聽的就是 First Time Home Buyer 即是首次置業的人士 你可以在RSP裏面 拿回最多25,000元去幫助他置業 現在這個就比較常見了 我講這個RSP Mortgage 和RSP First Time Home Buyer 完全是兩回事 而這個RSP Mortgage的意思就是 首先這位置業人士 首先在銀行那裏批出了這個按揭 我們舉個例 用50萬為例 如果我拿了50萬的按揭裏面 我說 咦不是喔 我發覺我RSP入口裏面 拿著一些到期的GIC 債券亦都到期 甚至乎我剛剛出了股票獲了利 那些錢坐在那裏不動 我就說 不如我裏面可能說 50萬的首期按揭裏面 用20萬是由我自己的RSP戶口拿出來 這樣這個是可行的 但大家千萬不要貿貿然去做這件事 如果你去銀行那裏 或者是你的證券公司跟他說 我要拿20萬出來做一個按揭 用這個例子 那他以為你真的拿錢出來的 拿錢出來就會打回這個reporting tax 20萬 很重要是30%稅以上 而我講這件事 其實是要經過特別的表格去填 首先問銀行拿了按揭 然後填完需要的文件 那這20萬就不會有任何的稅項打 而拿出來繼續給他們的按揭 那我的好處就是一件事 就是說 第一 你如果跟銀行去拿個rate 這樣拿個rate 他覺得是三厘半這樣說 這樣你就不需要說 土價還價 希望拿個低一點的rate 而就算是這個同樣rate 你也試想一下 剛才我們例子50萬裏面 有20萬 是自己的錢來的 換句話說 我們節省那20萬裏面的貸款利率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處 這樣也不錯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人經常都掛念 最重要的是利息低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如果利息低一點 那又真的可以節省一些利息 好了 其實這種按揭 跟普通的按揭 又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有幾個重點值得留意 這個按揭有第一個特性 就是什麼呢 我們叫做 non-arms-linked mortgage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做這個按揭 供款給誰呢 你的配偶 或者有血緣關係 可能是子女 據個例 如果我的兒子 要做一個 mortgage 我是他爸爸 我發現 不是 我戶口裡面的RSP有20萬 不如我就做一個 non-arms-linked mortgage 給我兒子去供款 到時 至於我兒子去做一個 mortgage 付款的時候 把那塊錢給我 就可以了 所以除了自己之外 可以幫你血緣關係 咦 這樣就好 好過我出去拿一個 或者是 line of credit 或者希諾 在我家屋裡拿些錢出來 給我兒子去投資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都要供回我自己的 line of credit 是吧 是的 那又要給多些利息 還有其他的費用 其實變成像投資 今次的投資 就是在於 可能我的子女 或者自己的房屋 那方面的投資 另外一件事 值得去留意 或者是什麼 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了解到原來 如果例子裏面 50萬 裏面是30萬是經過銀行那邊的貸款 20萬是由自己的供款的話 那我若干年頭 可能我已經供到若干年頭 那個是供到十年了 那我自己戶口本來 拿20萬出來做供款的 mortgage 那累積到原來他給回payment之後 我有10萬元的現金在我戶口裡 我可以跟銀行說 我正如的 mortgage 剩下多少 我再將正如一個撥數 現在說我不需要正如金額 你銀行貸款給我 由我自己 RRSP 裏面的錢 供款 一變相下一步 是幫你再省下一些利息 如果我拿了這些錢出來 那我還可不可以繼續供我的 RRSP 呢 可以 這個其實不是提款 這是一個投資的方式 就是投資在自己的房屋那裏 所以和你本身繼續供款 RRSP 是沒有任何低俗的 所以剛才我們舉個例子 你說得很對 譬如我第一 50萬裏面 20萬是自己供款 10年後 我發覺呢 我還欠銀行的 mortgage 30萬 但是我自己戶口裏面 已經因為我還款 收回8萬元 但是這幾年來 可能我的 RRSP 供款 供到5萬元 舉個例子 13萬在這裏 那13萬我發覺 咦不是喔 我整體來說 mortgage 還欠它20萬 那我跟銀行說 正如20萬 我想再改改的認識 我用回我戶口裏面 剛剛所收回來的十幾萬 去放回去 那變了以後 省回越比銀行的利息 越比越少了 嗯 我都覺得這個方法都幾好 但是 RRSP 也有上限 是不是 如果不夠 或者我們可否用 例如 Spousal RRSP 一起做呢 可以 這個因為剛才說 Spousal RRSP Plan RRSP 甚至乎是 Reef Account 譬如69歲以上那些 甚至乎大家經常聽到 就是 Lock In Plan 譬如大家說 在某間公司做了一段時間 那些公司被 Lock In 不可以拿出來的 RRSP 戶口 那些金額 亦都可以做這個 Mortgage 但是重點的一件事 我不可以說 我的 Mortgage RRSP 可能在 A 銀行 那我的 Mortgage 在 B 銀行那裏做 Mortgage 換句話說 一定要所有事情 都是經過同一間銀行去做 這間銀行 一定要是合國家房屋 法例底下的 Approved Lander 才可以做到 是是是 那怎樣才能夠符合到資格呢 去拿這些 其實現在這件事 就視乎每間銀行貸款的條例 因為現在 其實回到加拿大方面 165個債務 以及收入方面 這麼高位 這樣已經是 將30年的案件 縮到25年 起碼一樣 要支付那間銀行 自己批出貸款的條件 每間因人而言 其實就是等於 跟拿一個普通案件一樣 首先就要符合到 你那些 首期收入 工作等等的條件 那個銀行 批了出來 可以符合到 你拿到這個房屋案件 然後 才可以進行這個 RRSP 案件計劃 沒錯 其實 我們一直說 RRSP Mortgage 其實就是等於 我們已經去到第二步 首先拿了案件之後 想一下用什麼方法 去拿這塊錢出來 我們傳統的想法 就是這塊錢是銀行給的 現在就改變了少許認識 其中一部分是銀行 給出來 另一部分是由我RSP 戶口 而不受到 有許要reporting tax 影響大前提下 全數拿出來投資 那些息口又如何計算 會不會變的呢 息口又要看銀行那邊的息口 它的Posted Rate 是多少 就用多少 所以就是不會用這個 變化的回律 而是用這個問題 現在那時候的利率 多少就多少 即是Variable Rate 是Posted Rate 是 即是不可以選五年定息 那些這樣的嗎 是可以選擇 但有不同的利率 三年後 變成跟回市場 調整的利率 以我所知就不可以 可能五年Fixed Rate 就是可以的 是否一定要Fully Funded 第一個按揭 可不可以分析 譬如我拿一部分出來 只會一個按揭 另外一個就是銀行本身的按揭 行不行嗎 可以理師姐 譬如我一間屋裡的按揭 即是做 Second Mortgage 是可以做 Second Mortgage 又可以做 Second Mortgage 但你要留意 這個RSP Mortgage 即是說到的而且它幫你省到很多利息方面的優勢 而且拿出來也不需要擔心這個reporting tax問題 再加上你是供款給自己的屋 那你不用擔心你自己供不到錢 你自己最清楚自己的財政狀況 但有一件事就是說 做這個投資的方式 那這間屋 供民論你是說做了首期是20%或以上都好 那首要的條件那間屋 需要是CMHC或是GE Capital去保障 要符合了這個條件才可以做這個RSP Mortgage 那跟那些所謂 High Ratio Mortgage 有什麼分別呢 因為我記得我們說過 如果你不夠兩成首期的話 那你一定要買這個按揭保險 就是由CMHC或是Genworth或是GE Capital 但現在你又說一定要買一個這樣的保險 如果我是多於兩成的 譬如我給四成首期 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再買這些保險呢 其實這個特點就是 供民論你有多少成的首期 你這個如果要採用到RSP Mortgage 這個方式去做的話 無論如何都好 都需要用CMHC做保險的了 所以跟你剛才說的 非常之類似的 低一個首期的話 就需要用CMHC去受保 但現在的RSP Mortgage 都要做這個 最主要原因是 始終這是一個投資 假如投資出現了任何損失的話 起碼RSP儲蓄戶口 都會受到保障 所以原意在這裏 所以就算你是下賭 可能去到六成都好 始終都是要有CMHC的保障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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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現在開始想 會不會這幾年來 利息會慢慢開始上升 是的 財長說 可能年尾甚至明年 都可能會加息 所以我們要平衡一下 究竟你所付出的多少錢 而當初要省下多少錢 差別是否對自己有利 才去考慮 好了 在未講這件事之前 我們再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不是買一間屋自己住的 或者幫我兒女買一間屋 讓他們自己住 譬如我現在有一間屋 我又想買一間屋收租 那行不行 總之是底線就是 這間屋是你自己做的 總之是我自己一個物業 可以這樣做 如果我這樣做的時候 應該道理上 是否可以把那些利息交來扣稅 我不是為了扣稅 其實每一次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收到一個付款 我每個月要付3000元 這個付款 銀行自自然然 就會將這3000元付款 你自己公款出去的部分 按比例 放回RSP 戶口裏 換句話說 我們看看貸款的表格 開頭幾年通常都是還息 後來才還款 按比例 其實你幫自己 那不是扣稅 是你投資的回報 換句話說 我們有3000元 有1000元 按比例 付回RSP 戶口裏 那個回報 就是你按揭的利息 這樣有很多資料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再繼續聊 讓我消化一下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一個百分之百關於汽車的節目 兩位汽車達人中的達人 我是車評人Regina陳偉心 我是車書頻道主持人 Tot Ho 車書頻道 是由加拿大唯一內容主導中文汽車雜誌 車書雜誌 Atona贊助播出 音樂是無分各界的共通語言 隨著不同的音樂節奏 會牽動你不同的感覺 當你進入音樂小站的時候 請你放鬆心情 盡情享受音樂 每逢星期二 節目主持 紫欣會在音樂小站節目裡面 為你準備好豐富的音樂呈現 記得來慢慢品嘗吧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樓房暗潔101 節目主持何潔文 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我繼續留房暗潔101的時間 對了 阿Chuck 剛才你提到 用自我管理RRSP的方法 去做一些房屋暗潔 其實 也有很多事情要留意 比如說 好像剛才提到 還錢方面 我其實有沒有規定如何還錢 是否每個月 還是我可以自由 什麼時候還錢都可以 其實這個按揭 我們要再簡化一點點 我們不需要擔憂 最主要是看回 底線在銀行內的按揭 當我跟銀行的職員說 我如果做這個按揭 我會每個月的賣付多少 就是這麼多了 可以說 你每年可以一次 不是我突然間想改改 我突然間 可能我騙了一個 五萬元六萬元的收入 我想放下去 或者我 如果有一個Restructure Renew Renew Mortgage 都是可以這樣做 每人做一次 每次做一做 就有一個收費 每人做一次 大概是八十元左右 不是很貴 但起碼 相信 如果自己重新重整過的話 利息上省回來 突擊會更大 講開要收費 不如我們又問問你 如果去做一個這樣的按揭 有什麼費用呢 首先 首先我現在有一個年費 有一個年費 譬如你每次收錢回來 又要將它按比例 分開哪個是你銀行的 真正的按揭公款 其他是還給你自己RSP 加上你利息方面的回報 有一個管理費 管理費 現在收費是二百元一年 除此之外 只不過你的費用 就是考慮什麼呢 第一次跟你arrange這件事 每間銀行都不同 通常都差不多是二百多元 如果我們大致上 粗略的估計 第一年做這件事要考慮的 第一 就是CMHC 或者是G Capital的印索 第二 就是第一年設立這個 RSP mortgage 費用 這個費用大致上 可能是四百多元 似乎每一間公司而定 除此之外 以後只不過每年 就有一個管理費 就是二百元 那也不算貴 那也不算貴 我想還有律師費 那些手續費 那些 那些首先跟銀行那邊說 例如我做按揭的費用 就是另計的了 這就純粹是RSP mortgage 那如果做這些按揭 用不需要做Appraisal 全部都要跟一模一樣的手續 一模一樣的手續 可以做一個按揭 讓你批准出來 那你有時候會說 不是喔 我裡面可能會說 我想一部分用我自己的錢 可以去到那個階段 就可以用這個RSP mortgage 做一個另類的選擇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按揭 譬如我跟B銀行有一個按揭 我現在跟你說 我想改用這個方法 如果我做這個方法的時候 那我要Pay Off 其他那間銀行的按揭 B銀行當然一定會 批准我們一個麻煩 那些又如何計算呢 一模一樣 好像現在最擔心 所以我們開頭一次說 一定去同一間銀行做 譬如你剛才介紹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假如我在A銀行 已經做了一個按揭 但我現在想想 不如用RSP mortgage 帶我的戶口去B銀行 所以連 mortgage 都要撥在B銀行 要同一個銀行機構 才能做到的 所以可能損失就是 在A銀行裏面 我提早攤還那個按揭 要罰款 所以這筆數另外要值得考慮 所以當做這件事出來 是有它的好處 但有很多 如果你本身有一個 mortgage 你要考慮 引申出來的問題在哪裏 計算清楚這筆數 是否值得這樣 現在這個用自我管理的RRSP 做這個按揭的方法 現在只有TD可以做的嗎 現在TD Waterhouse 就是一間比較少的證券公司 做這個提供服務 亦配合銀行方面 一起做這件事 以及不是太多人了解 這個產品服務的存在 很多人亦錯失了機會 如果我有很多RRSP 又想賣屋 這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 但如果我現在沒有 mortgage 我有了這些RRSP 我可不可以拿出來 是不是我又不用付稅呢 其實不是 這只是一個 我們再重新說 這是一個投資的方法 今次只會投資自己的房地產物業 絕對不會把錢都拿出來 當你還錢去到69歲變成70歲 要將RRSP 轉為RIF 始終要每個月或者每年 最低的付款拿出來 那時的稅率是拖延了 遲些退出來 如果你做個比較 其實今次這個RRSP Mortgage 我舉個例子 你省到三厘半 換句話說 你今次按揭給自己 裡面的回報是多少呢 三厘半 那想法就跟 我現在投資在某間銀行 或者某間公司 紅利方面 回報三厘半 其實意義是一樣 只不過是說 你今次好像 實際上整塊錢抽了出來 而政府沒有打過reporting tax 但其實是底線 你只不過是拿錢出來 在投資物業 始終要還錢 或者做一個回報 講到尾 都是好像普通的RRSP 我拿去投資 那個程序 規例 全部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今次我投資 是自己的房子 裡面有什麼費用要付 有什麼要扣 或者有什麼可以拿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一模一樣 不過Track 你剛才提及過Riff Riff 應該就是過了71歲 你的RRSP 就要轉去做Riff 如果到時 我都想拿這些錢出來 幫我的孫子買樓 好 是不是一定要我的孫子 可取得到那個優惠 然後我就可以把我的錢 拿出來給他做優惠 是不是可以這樣 因為我自己 就一定不會可取得到 拿優惠 其實就看看血緣關係 應該就是父母子女 或者是配偶 你說得對 假如我們改改一個情況 可能我想幫我的兒子去公屋 這樣的話我用RRSP 或者Riff的Mortgage 可以嗎 可以的 這個Arm length 對 Arm length 兩個有關係 但是孫子呢 孫子的話 可能會比較蚊 那就要視乎 那間證券公司 行不去做這件事 但是底線 肯定可以 就是父母子女 和配偶 因為血緣關係 這個定義 就視乎公司的演繹 聽說沒有血緣關係 都可以做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還是因為現在 那些法例收緊了 又可能比較困難些 有沒有這樣的事 即是你說以前 不是有血緣關係 都可以做 但是現在因為收緊了法例 所以現在 就一定要是血緣關係 才可以做 你的 question 是不是這樣 是的 其實應該有公司做這件事 但已經越來越少公司做了 你說這件事 剛才我們剛才說 有血緣關係 就是我們叫做 Non-Armsting Mortgage 而這個我們說 是完全沒有血緣關係 就叫做 Armsting Mortgage 就舉個例子 或者我和Alan 大家完全是沒有血緣關係 我說Alan 我想投資一間屋 可不可以找你的錢出來 當作投資在我身上 我買一間物業自己住 那你如果說 我願意去借這筆錢給你 就可以找律師 找個Armsting Mortgage Agreement 而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剛才我們說是做 1st Mortgage 2nd Mortgage 是自住物業 其實做到Armsting 這個 其實限制可以去得很遠 甚至乎 我可不可以問Alan 借錢來做我的 Mortgage 出中屋可以不可以 可以 如果我有些商業的物業 想拿來 都是問你借錢來做案件 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 所以這個Armsting 換句話說 風險可以高很多 因為我們兩者之間 是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純粹是一個律師 把我們之間 拉近了 同一個理由下 你的利率方面 就不是Posted Rate 可以是我們雙方 自己決定了 可能Alan說 Chuck 你的風險真的很高 我沒有可能收你3.5 我應該收你8厘 這樣 只要雙方同意一下都可以 是的 我也知道 很多私人借貸 尤其是有些人客 可能有某種原因 譬如Credit不好 或者有其他的困難 你去找這些私人借貸 有時候 那些私人借貸 的利息都收得很高 你是說那些Blander 是不是 有些是Blander 他還要另外收手續費 當然要看情況 如果是有需要的 如果有好的機會 也可以值得考慮一下 不過多謝你剛才解釋了 那些私人借貸的程序 聽起來其實也有很多好處 可能也有些不太好的 我想我們複雜一下 拿一個這些RRSP的房屋貸款 好處我想 第一可以用了RRSP 可以把利息供給自己 也不用怕利息會升 其他的問題 亦都可以作為 買第二個物業的投資 也都利用了這些利息 可以扣稅 不過最主要 其實都是一個 所謂Fixed Income 的投資 不像買股票 其他那些 那麼Flexible 因為你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都這樣供回去 不過最好就是 不用供給銀行 只是供給自己 其實我們前陣子 曾經聽過 Morgage Back Securities 譬如銀行 拿了一堆案件 包裝過 以債券形式的市場 轉賣 而投資者收息 這個定息的產品 其實現在這個RSP Market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只不過今次 你那個物業的產品 是你自住 或者是你第二個物業 就不是說 用別人的銀行 包裝過的其他物業 變成債券形式的市場賣 今次你做給自己 所以這個絕對 我同意你講法 是一個Fixed Income 的產品 我又打一個比喻 我有一個人客 他又剛剛賣了一間幾百萬的房子 他又想買一間大約一百萬左右的公司 但因為他沒有收入 有時候出去銀行借錢 也很難借得到 那可不可以說 我把這些錢 我現在賣了這間房子 這些錢 等到我RSP 裡面 然後再轉回來 拿四分之一出來 做這個RSP Market 我便可以自己買回一間房子 也不用靠銀行去 提供我 可以嗎 這是真的要考慮一個因素 你本身自己的RSP 裡面的供款空間 有沒有去到 剛才你的例子 是四百萬 想換一百萬 換句話說 有沒有收到三百萬的空間 放到自己的RSP 裡面 因為RSP Market 最底線就是 這筆錢 一定要在你的RSP 戶口裡拿出來 如果貿然我突然間一塊錢 放回去 我們要留意 因為如果我們超過 上限的限制 是每個月罰一來的 所以可能因小失大 總之它證明到 它自己有RSP 的空間 就是傳進去的空間 真的有三百萬 如果有才行 如果沒有 變成它都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你說省得多少 純粹就是 你可以從你的RSP 戶口裡的錢拿出來 還有一樣 我忘記了提及的 就是什麼 如果我裡面拿著二十萬的例子 全部都是股票 當然不行 因為要始終變成現金拿出來 假如我全部都是股票 但我要做RSP Market 要我準備 一定要變成現金才可以做 即是我要先賣掉股票 對 如果我全部二十萬市值的股票 拿來做 當然是不可行 因為那些不是現金 始終是要用現金去行使 總之就是要現金 總之就是要現金 嗯 這個都很合理的 那你沒有理由 拿著一些 即是已經是投資的產品 去投資另外一樣東西 如果你的投資產品 本身已經是 不賺錢的 那你投資了下去另外一處 那就等於是 沒有錢投資下去 另外一個投資產品 是啊 那不是雙重收益 如果你的本質股票 已經在賺股息了 再拿市值去做投資的話 又省回到貨幣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是現金 如果這樣 如果你說賺錢就好 如果虧虧的話 虧虧兩邊都很大的風險 所以實在這一定是現金 投資方會比較好些 對自己的財政狀況 了解更清楚 其實如果考慮用這個方法 去做這個房屋案件的時候 應不應該用一部分 還是可以真的全部一起用完 風險分別有沒有 風險就是視乎 自己借款人的償還能力 如果一個人自己本身的債務和收入 非常白上加根的話 就真的要量力而為 但這件事我們知道 你如果做於RSP Mortgage 本身已經有CMHC保險座線了 所以假如真是很不幸出現任何事情的話 始終都是受保 另一件事 亦都有人說 100%的 Mortgage 完全由自己的RSP 裏面供款 只不過我越省得多錢 利息給自己 所以就沒有特別的盡責 視乎還錢的能力 所以說到尾 其實都等於是 拿一個房屋案件一樣 只不過就是 在你自己的RSP 裏面 拿些錢出來 大家都要搞清楚 那個運作是怎樣 好多謝 Chuck 今天跟我們講解了 這個自我管理的RSP 用來做房屋案件的計劃 不是經常聽到 真是很好的資訊 我們很希望 阿Chuck 將來再提供多些資料給我們 不過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很多謝阿Chuck 多謝各位 你這麼好的資料給我們 如果我們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想打電話問你 有沒有電話可以聯絡你 我們Rishman 也有我們的投資中心辦事處 就是604-654-8818 604-654-8818 604-654-8818 謝謝阿Chuck 謝謝 Ellen 也謝謝你 我知道你為了問清楚阿Chuck 究竟關於這個房屋案件的方式 你都預備了很多資料 是的 因為我也覺得 這個計劃 相當之有用 所以我也不介意做多一點功課 今天就很感謝阿Chuck 在這裏跟我們解釋了 這個所謂RRSP mortgage的方法 如果聽眾有事要找你 有什麼電話可以找你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 不妨打電話給我 我電話就是 604-789-8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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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找到他們 下次我們再談 拜拜 拜拜 在一clickradio 我肥龍 還有我阿菜 將會發放龍的力量 和大家 龍行天下 我們會用盡千方百計 古怪搞笑的方法 和大家搜羅世界每個角落的 有趣趣文 奇人怪事 新鮮之信 記得同星期三 一clickradio 雙劍合璧 龍行天下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